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塔尔将花18亿美元对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开展军事和反恐行动的主要空军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 他指出 基地扩建工作 包括改善200多名军官的居住条件和其他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 目前卡塔尔乌戴德空军基地驻扎了1万多名美军 以及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军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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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